你到高雄岡山 到台南仁德区 这短短20公里的路程 居然聚集了超过700家的螺丝工厂 当地的三野里 明明才1000多个居民 居然有超过100个龙氏陶家 堪称是董事长李 这里是岡山 全球最大 密度最高螺丝生产聚落 台湾是仅次大陆 全球第二大螺丝出口国 这里就主宰了八成产量 说起螺丝满满骄傲 钢山螺丝王不止他一人 从台南仁德到高雄钢山 全球最大螺帽厂不锈钢螺丝冠军 低碳螺丝霸主 迎新冠军数不完 短短20公里路超过700家螺丝工厂 手工检测马虎不得 螺丝就像带财黑金堆出了百亿营收 更让高雄陆竹三爷礼富起来 千位居民超过百位市老板等级 堪称董事长李 亮黄色扒高尼要价超过7000万 卖螺丝有多赚 让父爸爸买超跑送给儿子 都是辛苦出身的啦 就是说可以消费的那个能力了 大家也很多啦 也是很舍得花啦 红隆隆作业生 900度高温千锤百炼 才造就出一颗颗螺丝 当年大陆取代台湾 成为全球螺丝出口霸主 台厂打全价集体接单 客户走一趟最短时间 买到最齐全项目 原本2万多种螺丝 至今突破5万种 因为一定要市场区隔 否则会变什么 自己打自己 甩看大陆低价缠斗 台厂瞄准高阶产品 上下团结发挥优势 2009年前平均单价1.6美元 如今成长超过六成 聚落的一个形成 又有一个中钢 一个稳定原料的一个供应 所以现在钢山这个螺丝 大概都以高附加的这个价值 台湾螺丝叶复兴 真正临门一角 靠国际展览找出路 跟上全球三大扣建展之一 开拓客源订单如雪片般飞来 即使开出月薪十万 依旧大缺工 在这边的就是马上要出货 内销的 那后贵的是外销 台湾南部罗斯小镇 团结面对竞争 聚落风华再现 这二十里路持续发光 东森财经新闻 中文报导